好 接下来看的是杭州亚运 中华台北的健儿在前线拼战 因此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 16天的亚运 周日要闭幕了 中国现在以333枚奖牌数高居奖牌榜第一名 第二名是日本 但是只有中国奖牌数的一半 而这次杭州亚运的相关商品卖得吓吓叫 赛事期间 杭州亚运的主办单位 举办大量的文化体验 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 写书法 做花灯 做月饼 穿汉服 选手村里面全部都体验得到 那么另外还可以体验中国的舞蹈 茶椅 昆曲 表演 这些文化和娱乐都是专门向各国代表团运动员 展现汉文化 中国力量 杭州亚运周日将画上句号 大批闭幕式表演人员正经罗密鼓的练习与彩排 作为疫情解封后主办的第一场大型国际赛事 北京当局把握16天的亚运赛旗 向各国运动员与来宾展示自身挺过疫情 并且生机蓬勃的大国姿态 我们在亚运村设置了一个乐活市集 我们每天是6点钟到9点钟开市 运动员们可以换上汉服 提着灯笼 在我们的灯笼墙拍照 不仅展示灯笼 还让各国运动员尝试自己手做花灯 主办单位还搭上中秋节的话题 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介绍月饼并参与制作 获得不少好评 亚运村内还不时举办编竹篮 才会淘气等 各种中国式手工艺品的制作活动 或是在扇子上写书法 做成伴手礼让运动员带回自己的国家 有吃又有拿让各国参与亚运的运动员和官员 都感受到冰至如归的热情招待 对北京当局来说既能赚得东道主的好名声 又达到宣传目的 同样也是一间二股 所以在16天的亚运会期间 从中式舞蹈 戏剧到芭蕾杂技 以及茶道展示 再加上传统的昆曲演唱等 各种表演轮番上阵 就连用餐时间都不放过 满满的中国风 就是要让各国宾客留下深刻印象 大量的冠名赞助与特许商品销售 也让这届的杭州亚运 获得超过53亿人民币的市场开发收入 其中44亿来自于174个赞助商 主办单位强调 本届赞助商的数量与金额都创下亚运记录 从专卖店内的顾客来看 购买亚运特许商品的仍然是以大陆游客为主 不少杭州或者杭州以外的民众 把这些商品当作旅游伴手礼 或是表达支持的纪念品 专家坦言透过亚运这场国际赛事的举办 不但对外能够大力行销中国 队内还有助于凝聚民众向心力 尤其借由赛场上的胜利增加民众的自豪感 尽管因为当前国际情势 以及北京当局持续收紧的管制 导致中国大陆在疫情解封后 明显出现外国人不愿意来的现象 今年上半年 光是北京与上海两大城市的入境游客 分别只剩下疫情前2019年的11%与43.8% 而且其中不少为港澳塔旅客 就算外销不够力内销也有剩 十一黄金周期间 大量游客挤报杭州 宁波 温州等举办 亚运赛事的城市 这些城市内知名景点的单日消费 比起去年同期最高涨了270% 对于我们的旅游业的发展 实际有浅度的推动作用 尽管此前亚运开幕式时 官方以环保为名取消了烟火表演 一度让不少民众感到失望 之前放出来很多预告 比如说还有无人机表演 结果啥也没看到 借着这场亚运赛事 以及至今遥遥领先的奖牌榜 北京当局想要对内对外 扬眉吐气的企图进展各界眼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